哎 谢了 合同资料我昨天检查过了 不会有问题 这个人 好像是汉服圈的女神 微博粉丝好几百万的 云创设计师 谁啊 云片 请A 零零八号客户 到三号称号半个六五 学姐 你怎么 我来办贷款 约了你们这边一个 叫做艾莉的客户经理 你先忙 待会儿聊 不是你 你快点 我赶时间了 马上 我来弄 是你 就是你 是你昨天把我钱弄命了 你还我钱 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 阿姨咱们 你还我钱 不是 赶紧你先忙 你先忙 先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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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银行都会帮你解决的 呗 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 别人的救命钱你也敢吃 啊 你咋不去死呢 我 大家看清楚了 看清楚了啊 我这银行上 可是存了三万多块钱 这可全是我儿子的救命钱 都比这骗子 全被咱吃掉了 我 你还我钱 不是 你又胡说什么 我哪儿拿你钱了 昨天我试帮你取了钱 然后我办了汇款业务啊 账号都是你自己提供给我的啊 你还狡辩啊 昨天 昨天你就是在任机器上 把我银行卡里签 全让他照顾上 你还我钱 我 这上面 阿姨 阿姨 这中间呢一定是有什么误会 我们去休息室喝杯茶 把昨天的记录调出来看一看 如果是我们的问题 我们一定会负责到的 去什么休息室呀 有话呀 就在这儿讲就好了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大家都看看 他们全是一伙儿的 连这结果都是假的 还趁我儿不诗字 昨天把我填单子的时候 已经提了贼性 你这个 有娘生没爹这样的东西 你还我钱 阿姨 您先别急着骂人 现在最重要的是 把事情解决了嘛 你放开 好了 看在您一把年纪的份上 刚才您说的话我不跟您计较 但是我请您把事情弄清楚 别乱泼脏水 还有 别牵扯我的家人 你先去监控室 把昨天的记录调出来 再去清算中心拿一些扫描件 这里我来解决 他们快去呀 大家快看看 她先许她想好 快帮我抓住她 报警呀 报警呀 阿姨 你误会了 她是要去调记录 我是她的负责人 这件事情我替她解决好吧 我们银行的每个角落 说的每句话都是有监控记录的 不管是哪里出了问题 都是一目两然的 你干吗 打人是吗 我就打了 你放开我 放开我 阿姨 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 但是如果你想追回那笔钱 你必须要冷静下来 按我说的做 你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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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这笔钱可是救我儿子的 我儿子 我儿子被法院抓去了 如果不交上这笔钱 我儿子就没办法过来 我也不活了 求求你们 我好钱 报警 时间期纳遍 马上查一下这个账户的资金情况 申请供给 好好好 去去去 我钱啊 云菲小姐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今天出了点小问题 您的那笔贷款应该办不了 您看明天有时间再过来一趟吗 没事 现在我的贷款不差这一两天 还有 女人的脸 我ogendo 你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憋屈 觉得自己的一片好心被狗吃了 但你就是有错 在司经理言里我当然有错 毕竟你当初因为听不懂南成话 被客户骂得狗血淋头后 我还能笑着自费送礼道歉 这样的丰功伟绩在咱们行里边 宁可是第一人 也难怪啊 这么多合同工里边 就你能破例转正 那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做啊 跟你一样 一不开心就甩手不干回去继承家业啊 可是我们有这样的资格 应该说是这座城市里百分之八十的人 都没有这样的资格 所以我们只能一边憋屈骂娘 一边想着房贷养老继续工作 这 这时候你怎么不拿你老公当案例了 她呀 她是我们这种人的理想主意 可以向往 愿意守护 但是永远无法奇迹 我说你错是错在一开始 你就不该违反银行的规定 擅自替客户填写信息 你可能觉得这个规定 不重要 不近人情 但是它是对你的一种保护 今天的这个事情 放在其他任何有经验的员工身上 都不会发生 你去哪儿啊 继续当好我的百分之八十 真倒霉 你不有任何人想着 你不想着想着 我最喜欢着手 你不想着想着想着你 你不想着想着拍摄 你不想着站在显示 我们 거야 我这边听到叫什么 我不想着急 我 neighbor 你不想着急 怒 你怎么应该 你不想着想着 我 回家吃饭吧 我也配了裴思青